不过 态度决定命 你看 这就是你 一个小伙子 年轻 健康 这也真要再像个人吗 那这个呢 这个呢 是跟我说实话的你 不过会不可避免的 受一点伤 不过 我还是会原谅你的 放心 这个呢 是不跟我说实话的 我最讨厌别人 跟我遮遮掩掩的 所以下手就会没轻重 不过你放心 所有的医疗费用呢 会由米勒集团负责 那还能治好吗 当然 如果不把你治好了 我怎么再收拾你一边啊 这个 这个 就是跟我撒谎的你 想好了的话 到飞船你去找我 挺好 久了 你吃吧 我得不顾 你拨一下 不好说话 不是 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吗 小点事 为什么 那个 你家 那个 你一直跟你家小姐当管家啊 不是 有几个前任 我呢 干了第三年了 三年一个坎 也不容易 是 给她当管家是挺累啊 反正倒还行 因为啥呢 就是她打人给打人 但是给医药费也不给管家 好 暴秀 不是 等会儿 你也别老问我 好不好 我也问你一个问题 他们两个 什么他们俩呀 我都跟你说了嘛 郑承跟小夕 就是那天被那个封闭在画室里 之后才慢慢慢慢好的 你家郑承才成那个陈世美的 这不很清楚了吗 这个事所有人都知道吗 那反正大家都知道吧 但没挑明 那他们两个之间就没有点什么阻碍吗 我呀 我就是最大的阻碍呀 我目测哈 你对我们家姑爷儿形成不了啥阻碍 你说啥呢 哪只眼睛看着的 四只眼睛都看着了 我跟你说啊 如果你家姑爷儿不突然出现了 我跟小夕没准现在都好了 那是不是就是说 我们现在共同的目标 就是都把他们拆开呢 哎呦梦梦 我找你干啥呀 不是你 你别有点笑 我跟你说啊 你跟你家小姐说啊 有什么事儿 别冲小夕去 冲郑郑去啊 冤有头债有主 冲她去 这点你放心 我们小姐做事还是挺有原则的 一码事归一码事 顶多就是跟她聊一聊啊 谈一谈哪 如果要是能拿钱解决 这是最好的 用钱哪 嗯 我让你这事儿 在小夕那肯定不好使 那以你对她的了解 以我对小夕的了解呢 我想对她也不太了解呢 那看来这个事儿 只能从根本上去解决了 这件事情的根本 就是那天的话事 对吧 嗯嗯嗯嗯 那天起的 你把那天话事的细节 给我仔细讲一讲 看有没有什么漏洞 那天 不是我也没在场啊 反正我知道的啊 就是她俩在话事 就她俩人 特别封闭的空间里 没事我先走了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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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